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冰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第一章 铁幕下的旋律音乐如何穿透冷战 2.第二章 幻影航线民航机在冷战中的秘密使命 3.第三章 红色星空的裂缝东欧巨变于冷战的中章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铁幕下的旋律音乐如何穿透冷战 第一章 铁幕下的旋律音乐如何穿透冷战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的话题 在铁幕的阴影下 音乐是如何成为超越政治对立的桥梁的 想象一下 就在核弹头互相对峙 间谍小说家们笔下的叠影重重时 音符却在两个世界之间自由飘荡 让人们的心灵得以交流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音乐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它可以激发爱国情操 也可以成为抗议的武器 但在冷战期间 音乐还扮演了另一个角色 文化大使 是的 你没听错 就像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外交官一样 音乐家们也在用他们的作品 进行着一种特殊的外交活动 让我们先来看看苏联 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下 音乐被严格审查 所有的作品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 但是 就算是在这样的限制下 苏联的作曲家们 比如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 还是创作出了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 他们的音乐 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 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交流方式 而在西方 爵士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武器 美国政府甚至资助爵士乐手 去苏联巡演 希望用这种自由奔放的音乐形式 来展示西方的开放和自由 想象一下 当路易斯 阿姆斯特朗的小号声在莫斯科的夜空中回荡时 那些苏联的年轻人 可能会怎样想象着美国的大街小巷 但是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工具 它还能成为一种抵抗的象征 在东欧的一些国家 摇滚乐和其他西方音乐形式 被视为对抗压迫的声音 在波兰 乐队如Solidarity的歌曲 成为了反抗共产主义的国歌 在杰克斯洛伐克 摇滚乐队塑料人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的成员因为他们的音乐而被捕 激发了一场名为天鹅绒革命的和平抗议运动 所以 金管铁木将世界分割成了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阵营 音乐却以其独特的方式穿透了这层屏障 它让人们意识到 无论政治如何分割我们 我们的情感和梦想 却是共通的 音乐成为了一种共同语言 一种即使在最寒冷的战争中 也能传递温暖的语言 最后 让我们以一句幽默来结束这个话题 如果说政治是两个人之间的冷战 那么音乐就是他们共同的暖炉 在那个分裂的时代 音乐家们不仅仅是艺术家 他们还是和平的建筑师 用旋律搭建起了一座座跨越意识形态的桥梁 而我们 作为后来人 不妨再欣赏那些经典旋律时 也思考一下 他们背后的历史意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幻影航线 民航机在冷战中的秘密使命 第二章 幻影航线 民航机在冷战中的秘密使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听起来像是好莱坞间谍电影情节的真实历史片段 冷战时期 那些看似无辜的民航机其实扮演了双重角色 既是天真无邪的空中巴士 又是狡猾的间谍 想象一下 你坐在波音707上享受着空姐递过来的免费饮料 窗外是无垠的蓝天 而你的座位可能正上方藏着高科技的侦察设备 正在偷偷记录下地面的军事秘密 是的 这不是电影 这是冷战时期的现实 在这个由怀疑和秘密构成的时代 美国和苏联都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对方的情报 而民航机因为其普通的外表和国际航线的便利性 成为了理想的掩护 这些飞行的特洛伊木马装备了最先进的摄影和监听设备 他们的任务是在执行常规航班任务的同时 悄悄收集敌对国家的军事 工业和科技情报 有趣的是 这些秘密使命并不总是那么秘密 有时候 飞行员会发现 自己的航班突然被要求飞越一些 并不在正常航线上的风景区 而在地面 那些带着大炮筒望远镜的边境卫兵们也不是傻子 他们知道这些迷路的民航机背后可能有什么轨迹 但是 这些飞行任务并非没有风险 有时候 这些民航机会被敌对国家的战斗机拦截 甚至有几次 他们被击落 造成了真正的悲剧 这些事件通常会被两边的政府 以各种借口掩盖 但真相往往隐藏在官方的谎言之下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飞往异国他乡的飞机上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的座位下面 可能曾经藏着什么秘密装置 或者飞机的机翼上 可能曾经安装过什么神秘的天线 在冷战的幻影航线上 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一次秘密的冒险 当然 现在的民航机大多只负责带我们去度假 而那些冷战时期的故事 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供我们在安全舒适的教室里回味和讨论 不过 谁知道呢 在这个信息时代 也许又有新的幻影航线 在某个角落悄悄展开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红色星空的裂缝 东欧巨变与冷战的终章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机戏剧性 又充满转折的时期 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东欧巨变与冷战终章的故事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目的地 红色星空下的裂缝 首先 我们得回顾一下背景 冷战 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大战 可以说是 历史上最长的没有正式开打 就结束了的战争 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较劲 但真正的枪炮战却少之又少 这就像是两个顶级的武林高手对峙 虽然招式凶猛 但都在默默地算计着 我要是动手 你也得完蛋 所以咱们还是逗逗嘴吧 然而 就在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对峙中 东欧的风云突变 我们的故事 就从1989年的波兰开始 波兰工人党 这个听起来就很劳谋的政党 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团结工会 Solidarity 这个由电工出身的莱赫 瓦文萨领导的工会组织 通过一系列罢工和谈判 最终迫使政府举行了半自由选举 这场选举 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石头 投入了冷战这个大湖 激起了连锁的涟漪 接下来 东德的柏林墙 这个冷战的象征 也在童年不可思议地倒塌了 想象一下 那些年轻的东德人 他们可能只是 想去西边逛逛商店 结果一不小心 就推翻了一个政权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我只是出来打个酱油 怎么就革命成功了呢 随后 匈牙利 杰克斯洛伐克 当时还是一个国家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国 也纷纷加入了 摆脱苏联控制的派对 其中 罗马尼亚的故事尤其血腥 领导人齐奥塞斯库 和他的夫人 在经历了一场草率的审判后 被枪决了 这简直就像是 一出悲惨的歌剧 只不过这次 没有人为他们鼓掌 而在这一系列 巨变的背后 是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的 新思维政策 他提出了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这对于那些 想要摆脱苏联控制的 东欧国家来说 无异于是一张 自由型的门票 戈尔巴乔夫 可能是想改革苏联 让他变得更加开放和强大 但结果 却像是给了自己的帝国 以及过量的安眠药 最终 1991年 苏联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 也宣告解体 冷战正式画上了句号 这就像是一场 盛大的烟火表演 在最后的璀璨之后 夜空恢复了平静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世界是变幻莫测的 有时候历史的车轮转动的 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东欧巨变和冷战的结束 不仅仅是政治地图的重汇 更是无数普通人生活的巨变 而我们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学习者 应该从中汲取智慧 以便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 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裂缝 好了 今天的历史课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不妨深入研究一下 你会发现更多令人惊叹的细节 记住 历史总是有趣的 尤其是 当你开始挖掘它背后的故事时 下课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冷战时期的一些 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 音乐如何成为超越政治对立的桥梁 让人们的心灵得以交流 我们还了解了那些 看似无辜的民航机 如何扮演双重角色 成为了间谍的眼睛和耳朵 最后 我们一起 见证了东欧巨变和冷战的中章 看到了历史的车轮如何转动 改变了世界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音乐还是民航机 都有着隐含的力量 它们能够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隔阂 让人们在冷战的阴影下找到共同的语言 它们也让我们意识到 历史是变幻莫测的 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 而是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故事和意义 现在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是否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我期待和大家一起讨论 谢谢收听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